白白的雪 蓝蓝的天 红红的太阳 还有黑黑泡泡的 卡布奇诺 决战好生呢 相信新马两地的朋友 应该不会太陌生 他是比赛的选手 加入成为叮当战队的成员 而且来临7月8号呢 即将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第一次开唱 我们来欢迎刘子奇 哈喽大家好 我是Versa的刘子奇 谢谢韦剑的介绍 今天是你第一次的专访对吗 第一次来到榴莲台专访 你的心情是 感恩还有 就从进来的那一个开始 就很期待跟 希望可以在今天 有一个很好的会议 其实你不用这样拘谨 我们这边比较放轻松聊天就好 我想问一下 刚刚在介绍你的时候 说起你能rap能唱能写能编 可以跟观众朋友说一下 你自己的故事吗 因为我相信还有很多人 他们都对你还是有一点陌生 对 对 从The Boys那个时候到 现在这个时间都 我自己又会感觉到 可能给朋友们的感觉 还是蛮陌生的 所以说说我自己的故事啊 就是 就如果 不要哭 不要哭 一开始追求音乐 阿明走上这条路的原因是因为 一开始是出于要帮 帮助一些 单亲家庭 或者是一些 可能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 然后可能是 出于想要用音乐来感染这一群的朋友 因为我从12岁开始发现我有这一份的 就是去Chess的时候发现我会有这一份的一个 应该讲是一个礼物吧 Chess是教会吗 对教会 就去教会的时候发现我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 技能 对 技能的音乐的一些 能力 能力在身上 所以后来逐渐长大的时候就 看到可能自己身边 还有自己的过去里面 有一些故事这样 所以故事就比如说 我可能会在一些学校的角落啊 看到一些可能都是躲在一个人的 都是一个人躲在旁边那种同学 不然就是 我自己家族里面就我有一些 兄弟姐妹等等 他们是有一些成长 里面有一些 性酸的成长过程 所以当我遇到这些小朋友 跟我身边的人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感受是 逐渐就 想要用音乐来 可能以后有能力的时候 可以搬到这些人 对 那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样去 发掘你这一项技能的 你在什么情况之下 才发现说 我其实可以用这样这样这样的方式 去帮助这些人 什么情况之下 一开始是藏于一些 我觉得是机缘巧合 一开始是很常会被 我身边的朋友带去一些 公益的活动啊 活动音乐会 像孤儿院的那种 就是会有商家特地花钱 去帮孤儿 帮一个 筹款的演出 然后不然就是 可是当时我只是很惨 会人家叫我去听歌 不然就是去吃饭 但我就很常在这种活动之下 被感染到 对 然后就逐渐之后 慢慢用 去比赛跟演出的那一块 结合了 我小时候很常被带去这种活动的一个 经历 对 嗯 因为就太常去这种活动 然后慢慢慢慢被感染 然后喜欢跟发掘 对 可是故事其实还蛮广泛的 这个还是其中一部分 好 那其实你一个人从东马来到西马 那我据我所知是为了一个 想要修读音乐系的这个 一个梦想 那我相信观众朋友 也跟我一样会好奇的说 哎 是什么样子的憧憬 让你有这一份的勇气 踏出第一步呢 我记得我是在2016年的8月份来到吉隆坡的 然后那时候 那之前其实我的家人会比较建议我留在东马 可能抗广一些 就是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事业这样 他们比较不建议我出来嘴这个梦 就是好像就爸爸妈妈就不使得小孩去外面流荡这样 对他们觉得他们他们会觉得不放行啊 如果我一个人出去只是为了音乐 而且他们会觉得你找一个比较实际的方向 我们还会比较放行 所以一开始家人是不应该说他没有支持 他们有去支持只是没有很放行 因为毕竟那时候是21岁 是一个在没有任何的经济的背景跟 就是没有任何的社会经历的背景之下 对去到这个陌生的地方 然后 是要哭吗 我其实是从12岁就开始坚持要做 未来要做歌手的 然后曾经的 因为这次的音乐会有关系到我嘴梦的那些 点滴 点滴跟故事 所以小小分散 那其实我记得我从前其实就是之前到今年是23岁 所以这个今年的话我觉得我的心境也因为很多环境跟过程的改变 所以有稍微不同了一点 然后那么我记得我12岁到18岁左右那个阶段 我是很只是很纯粹的想要发明星梦 就是可能那个出发点是觉得可能你从一个小地方踏出来 然后用你的才华去做很多东西 可能就我不会顾虑到那么多其他应该要面对的东西 有点问题 对 就现实问题会把它抛在脑后 因为梦想是最伟大 从那个在那个时刻 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 然后小小分享 就是这个到23岁 现在我反而会发现我内心 可能经历了一些挫折跟面对比较广泛的人群之后 跟人相处啊等等 经历了一些成长之后 可能会发现我心里要的可能 现在的我要的可能不只是一个明星梦了 可能看到是一个平衡点 就是知道说 就是梦想要顾 可是面包还是要顾 对 这个是其中一点 然后再来是可能之前就当我很热情的想要表示跟表达我想要当歌手的时候 可能我就单单只想到那个梦 但是我忽略了我身边的好像就比如说刚才说到的面包 还有 就身边的亲朋好友的感受 就像我在一个城市里面 我的好朋友 都可能他们 可能那个年龄层的时候 我处在那个年龄层的时候 我比较少 看到我在音乐以外的东西 所以 就是自从那个发明星梦的那个 那个时期退色之后 然后就慢慢的 慢慢的找到一个平衡点 会懂得 我会看到在我生活里面 其实有比音乐更好的一个 事物 比如说我身边的人 比如说我生活上可以更多发现的细节 工作也好 或者是生活的那些技能也好 这些都比起音乐之外都更广泛了 就比起过去 那其实你这个状况呢 让我想起了一个演艺圈的一个一号人物 也是你的导师 叮当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 我看他的故事的时候 他也是在20年少轻狂的时候 从内地这样一个人出来 然后为了梦想 然后也是不顾一切 那其实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 从始你最大的一个点是什么 就让你要站出来 就不顾一切往西马跑 那其实你站出来了过后 你面对的一些 比方说一些挫折 比较一些难过的事情 有哪些可以列子一下吗 其实呢我在12、13岁那时候开始 决定要当歌手 定下这个目标和方向的时候 那时候开始 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大胆 很勇敢的一个女生 我在我中学的时候 我可以做一般的学生 跟一般的同学 他们不敢去做的梦 然后在学校 我会努力争取 我在舞台上的 上舞台的机会 所以我的个性就是 我会一致一致的 在我生命里面去找机会 跟开拓 很多的方向跟道路 所以我这样子的个性 让我一路从12岁 坚持这个梦想 到今年23岁 然后我是21岁来到KL的 然后那时候就是毫不犹豫 也没有任何胆怯跟害怕的 在我 在一个教会里面的辅导 系里面毕业之后 我就马上的跟我父母说 我要来吉隆坡 其实除了读音乐系之外 我出来的原因是因为 我希望可以为自己铺路 然后在环境里面 预备自己 可以在未来慢慢的走进 这个我的目标的方向 也就是当一个职业的歌手 然后有自己的歌 自己写的歌 自己唱的歌 然后刚才Giro提到的那一点 其实对我的成长过程 来到吉隆坡这段 最梦的成长过程 也是非常关键跟重要的 就是在 那些打击跟挫折 其实才是 让我真正长大的地方 就给我最大的 个性上的转折点 跟促使我跟贾成 手去面对我梦想的 我觉得最大是我遇到的人 有各种各样的朋友 但是可能最让我心痛 自己跟促使我个性 完全有翻转的 就是我其实很珍惜 我生命中的某一些朋友 其实之前我会怪罪自己 可能个性不太会伪装 然后因为这里 就是吉隆坡毕竟不是一个 不是像我家乡这样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也不是一个 可以这么坦诚的 直率的一个角落 所以当我来到这边 还不熟悉这里的环境的时候 我带着很真实的 自己去与人相处 那么可能我的朋友 会懂我的性格 他们了解我 他们可以 就是了解我 个性可能不太会伪装 可能有什么说什么的朋友 可能就可以接纳到 我这样的性格 甚至不会去计较 但是可能我在助唱 还有在大学里面 遇到一些friend 可能他们性格是比较 他们会比较注意细节 跟挑剔的朋友们 就会对我的性格 有很大的误会 他们会觉得我是刻意的 在高调的 高调的表达自己 不然就是 就是有时候 我是没有 没有恶意的去 说一件事情 就很容易给人家误会 所以在那段时间 就因为这样子的性格关系 导致我 会被一些 误以为我有恶意的朋友 所远离啊 或者是 放弃我这个人 所以那段时间 我蛮难过的 因为自从我知道 我在我所在的环境 可能跟我原本的环境 不太一样 而且个性也不能这么 有什么说什么的时候 就会有一点 那时候会很伤心 因为然后在一个 转变自己性格的过渡期 然后这个过渡期 大概有半年到一年左右 也就是去年到今年左右 也就是这样子 我的性格就逐渐的 有小小的改变 就我比较好奇的是 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在这个过程 这个追梦的过程 就是在去年吧 我相信 有哪些事情 是让你觉得 好像不如你所想象的 那么顺遂 就遇到哪些事情 是让你觉得 哇 很压抑的 其实有 我觉得 其实要感谢上天真的 如果真的是没有经历这些 在年少轻狂的时候 经历这些挫折的话 可能不会教会我一些 我必定要学习的功课 可能也就是在 我来吉隆坡这段时间 是刚刚好的一个机遇 可以让我碰到这些 有话说 打击也是一个人会成长的 一个机会 所以我很珍惜这些打击 所以就在这边小小分享一下 其中一样应该就是 但它不是最主要的 就是 其中一样就是 当我遇到 我发现 我只追求 梦想到我忘记面包 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当我发现 我的下一场 没有 没有钱吃饭的时候 然后我不知道 要向谁求助的时候 可能你打给你朋友啊 他们帮不到你 然后你找你的父母亲 因为 再来是因为我 跟我爸妈有一个约定 就是他们觉得 我出来追求梦想 就是要自己去找 找我的面包 然后他们也跟我 讲过很多次 如果你要出去追梦的话 我们就 让你自己出去飞 可是你必须要自己独立 然后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就是在那段时间 到我 很自信的出来追梦 可是到我 就是到后来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我很执着 很执着的 希望可以 呃 怎么说 一段时间 我把我所有助唱的工作 我自己都停掉 因为我想要正式的 我心里是觉得是时候了 就是从 The Voice之后 我就停 我就停掉 我所有助唱工作 因为我想要 装心做歌 然后装心的 往我的目标 跟计划去跑 所以那段时间 我忽略了面包这件事情 所以 就 遇过 没有钱吃饭 跟 包括我被房东 追房住的时候 那时候 呃 在年少轻狂的时候 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就 一下子的感觉到 哦 原来 呃 原来我 不是我想要 跟我想要 很固执的去坚持一个东西 我就可以 呃 就是 就是结果 其实没有那么的好啦 所以这是其中一样的 但是影响我最深的 其实是在 去年的时候 我 我曾经到一些 助唱产厅去唱歌 然后我记得 因为我觉得就感谢上天 其实因为 我第一个被提拔的 呃 在产厅里面唱歌 就是在那个 Mahant 我们马来西亚 之前有一批的前辈 他们是 绕舌团队 我在他们的产厅住唱 所以 在那段时间 我真的在第一时间内 就 刚来吉隆坡的时候 就已经 日上天 其实给予了好多机会 跟贵人是 可以让我在 这些音乐圈的平台上 让别人听到我的声音 等等 可是 我发现 那时候的我 并没有很好的去 I mean 我发现 原来我那时候 还没有预备好我自己 所以当机会来的时候 我发现 我就错 呃 在 在演出上 跟表现上 呃 I mean在 那时候 我记得我老板 把我饭去 把那个 阿飞 也就是我们的 马来西亚的 Baby的主唱 但是我帮他 弹感情的时候 呃 就是那段时间 弹琴跟 这工作上都 OK 可是我个性 其实很内向 我不与人打交道 然后 就 再来试人家 即使误会我等等 我也不解释 所以 影响到了 就是后来 呃 所以这样子的性格之下 就是 导致我无法在一个被提拔的状况下 维持下去的原因 是因为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发现 我不太会在这个 新的环境 跟城市当中 伪装自己 可能我有什么 说什么 所以 呃 可能 冒犯了一些 呃 前辈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很内向 我不太会跟人家 出去吃饭啊 打交道啊 say hi啊 建立感情啊 因为我 我个性就比较 属于 收敛跟内敛一点 然后 所以就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呃 后来发现 原来我身边朋友 对我很多误会 呃 就在我背后说了 好多的 重伤我的 这些话语 但后来我发现 呃 可能是因为 因为我没有很常 跟他们打招呼 显得我很安静 很 他们会觉得 我很冷漠这样 所以就 对我有一些误会 然后 呃 后来知道朋友 不太喜欢 自己的时候 我就慢慢的改掉 I mean 慢慢的 可能在这种 心痛跟伤心 可能因为 知道这些朋友 来是这样 看待自己的 等等过程之后 我就开始反省 然后慢慢的 与人接触 然后慢慢的 从自己的世界 跟 自己这种 我比较属于 那一项 跟喜欢 在自己世界里 所以就走出来 然后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可能就是尽力 失去一些 本来心里 很爱的朋友啊 可能我觉得 他们陪伴我 就很像家人 这样 但突然间消失 你会觉得 甚至很心痛 很难过 然后 对 就是这样 所以 导致我 有很大改变 其实就是在 面包 跟 人 技管系那一边 那我相信 也要感谢这些人 因为 因为这些人的存在 而让你觉得 看到自己 缺乏的那一块 然后那一面 那我觉得 我觉得是 比较好奇的是 The Voice的洗礼过后 可以分享一下 你比赛之前 跟比赛之后的 自己分别在哪里吗 我自己是很明显 看到我 我可以 也很同意 基罗说 那个 The Voice对我来讲 是一个洗礼 因为 应该讲 算某个程度的 成人礼吧 OK 就我很明显 看到我自己的 一个反差 The Voice之前 我 可能 如果你说 在 接触到 平台上的话 我 我可能没有 接触到 这么 大的平台 但是如果 讲在 相处 跟人际 还有在 很多 你说 包含其他 范围的话 就可能 我本来是一个 不太喜欢 跟陌生人 打交道 跟有一点 内向的人 然后 包括我跟 导师 我每次看到他 都没有 就比较少 害羞 会比较害羞 跟他打招呼 对 然后 你说叮当吗 对对 但是叮当 导师之后 有主动的 带 带 苗哥 带我去 吃一个晚餐 这样 所以 那时候我们就 打开了话题 可是 就很证明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因为 那是我跟导师 相处了 几集之后 的 一段时间 就是差不多 有两个月多 他找我的时候 我才正式 跟他说了 话 然后 所以 就个性 其实真的 蛮内向的 然后 在The Boys 的洗礼之后 可能就 我觉得也是 某个程度的 打击啦 是打击 打击 促使我去改变我自己 比如说 那时候 我记得我在 被刷的那一关卡 可能 就 但是 我身边会有一些 保姆跟朋友 会来跟我讲 我不能总是 不敢看人家的眼睛 然后就会害羞啊 那一项 这样 然后 所以他们就来提点我 就是 maybe 可以尝试多 突破自己 去歌人群 打交道 然后 然后在技巧上的话 I mean 在舞台上的 这个范围的话 叮当导师 是跟我 分享一些基本功 比如说 去运动 就给我分享 歌手日常要 做的一些功课 可能他希望 我可以更多去 预备 就是比如说 日常的运动 还有要注意饮食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 所以从 The Voice 之前到The Voice 之后就 有这样子的 一个经历 嗯 OK 那其实在 The Voice 的比赛里面 你其实最 记忆深刻的 事情是哪一些 呃 除了可以跟 叮当 接近之外 我觉得 我觉得我这个人 真的是 蛮怪异的 为什么 因为 我觉得我还 搬进尺 我不会 一直都去找 老师 或者是 跟他合照 因为如果 像平常的话 很多人都会 围着老师 兜兜转 我真的 呃 在那个环境 有看过 呃 是我发现 我自己真的是 很慢热 很久之后 才跟老师 说一句话 这样 那你也太久了吧 两个月后才可以 对 然后最重 呃 说到 印象深刻 可能就是 呃 如果比赛的话 其实我 并没有什么 很 记得 很多东西吧 就是有一幕是 也是关于到 导师了 呃 就是导师在教 我跟我的 对手和 就是我们要 预备 擂台赛的时候 那那时候 叮当导师 他 因为那时候 他跟我们 想要让我们 感受 他的当天 所以他就 走向我们 呃 就拿着我 跟我的partner的手 去 呃 碰他的肚皮 这样 那时候他就 抓住我手 这样 碰下去 然后 呃 因为那时候 他 他 用我的手 pock他的肚皮 太用力了 呃 太用力了 所以我 那时候 我竟然就 脱口出 跟他讲 我就跳了一下 就我紧 紧吓到 然后我就 跳起来跟他讲 不可以老师 你会痛的 我就 然后那时候 鼎子就在那边 笑 我那时候 就在论了 我就想 我在干嘛 就是其实 因为那时候 在上课啊 就 我发现 我的反应好特别 其实跟老师 蛮有 蛮害羞的 就会跟他 就蛮尊敬他的 所以 只会很礼貌地跟他笑一下 看一眼 但是不会 但是不会去 不会去 很主动地 去跟他 有很多互动 嗯 对 OK 那最近 听说最近加入了 新公司嘛 那也在 7月8号 以专场音乐会 正式跟大家见面 可以说说看 那个音乐会名为 我不再是穿着花裙的 潇洒 多主题的来 来由嘛 因为觉得 为什么会想要 取这个名字 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 其实我这是蛮开心 是 这个名字是我跟我经纪人 一起去 设计的 嗯 然后 我很 我很开心 一件事情是因为 这个表题留了一个差 所以它就代表 这一个想象空间 因为我 我这个人蛮 不喜欢把东西 定成一个 锁死的状态 我不只要锁死它 我希望可以有一个 发挥的 创意的空间 所以 呃 这个标题 如果 缩小范围来表达的话 应该就是 我有无限的 很多的 它可以是快乐 可以是难过 可以是 呃 无畏杂成啊 对 无畏杂成的故事 可以在这音乐会里面 透过音乐去分享 嗯 对 那其实可以聊聊一下 这个活动 你会在 这个演出 有什么新的 表态的东西吗 呃 这个演出其实很明显 我有一些 我自己的音乐风格 嗯 就 现在就有自己 想要更 表达自己个性的 一些音乐风格 想要在这个 音乐会里面 分享出来 呃 因为 之前 我 刚刚从 我的家乡 过来这边 桌上还有 在一些舞台 去参加 演出比赛的时候 会给人的一个印象 是他们觉得 我的音乐风格是 因为那时候的舞台 有限制 所以我可能 就一台感情 或者是 直上舞台 表达一首歌 所以过去 大家对我的印象 可能就是 唱走型的歌 嗯 不然就是 另外 另外一个反差 就是他们会觉得 我是唱 铁飞类型的歌 嗯 但是其实我 其实我心里 有更多的自己 我这次 这个音乐会 有想要表达一些 绕舌跟 比较 pop的东西 pop的东西 那是属于 我自己的性格 所以很开心 我这个音乐会 然后也要谢谢 JR Entertainment 跟我的经纪人 哦 OK 那其实 嗯 来到节目的尾声嘛 你有哪些话 想要鼓励 或者想要说 给正在为 音乐道路的朋友们 一些 一些话吗 嗯 我记得在 今年也就是2018年 我 每一次我遇到 可能 在一些平台 我遇到一些 00后的 嗯 朋友 特别是00后 或者是 99年的 因为我发现 这两年 我很常遇到 这些比较 呃 年轻的 年轻的 小弟弟 小朋友 嗯 然后 我记得 也透过每次 跟他们分享的 一个 我心里的 一个 心意啦 嗯 就诚意来分享 呃 从我过去的经历 到现在 我会 表态 就是我觉得 在舞台上 跟生活里面 谦虚 谦虚跟 有一个 应该讲谦卑啦 谦虚其实是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要面对 大家 嗯 然后 要不断地 从错误 还有从 每一个事情里面 嗯 去 进步跟学习 嗯 对 然后 嗯 我觉得就是要在 自己的身上跟 所有事情上 找到一个平衡点 嗯 它凡事都有一个 好的一面 优点的一面 可是也有 另外一面 就是要平衡 就是我们也会看到 有需要改变的地方 嗯 嗯 所以我总结就是 有才华是好的 有梦想是好的 然后 心态就是 追梦要 积极地去追 而且要 我也鼓励就是 小朋友们 就是 还有身边所有朋友们 就是 一定要带着一个 和两道现实条件的 一个方式去追梦 嗯 然后 当然 所以我要总结就是 要带着跟现实条件 平衡的一个点 去追你的梦想 嗯 然后第二个是 对梦想要积极 还有就是 可能你会中间 遇到一些挫折跟打击 导致你 会觉得 你的梦想不值得 你去追 或者是你想要放弃 但是在这个点 之上 你要 继续地 调整自己 然后再去 出发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谦虚 就是我觉得 谦虚是一种 一个年轻人 应该有的 态度 态度 然后虚心去 听取 与像 接受人家的一些 对 指导啊 之类的 对 除了指导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是 有时候甚至 是在没有人跟你讲的时候 你会感 你会很 你会感受到一些 自己应该学的东西 就要自动自法去 学习 这个 谦虚的功课 嗯 OK 那我觉得 来到节目最后的尾声 那一个 懵懵懂懂的小女孩 然后 花了两年的时间 从东马来到西马 是一件 从东马来到西马 追梦 这件事情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 其实 你们看到的 只有两年 那其实这两年里面 有发生的太多 不可 你们无法想象 跟无法体会的一些经历 他所走过的一些路 道路吧 那 好 谢谢今天的主讲嘉宾 刘子齐 今天给我们带来 这样多精彩的分享 好 谢谢DurionFM的听众朋友们 也谢谢今天的DJ Duro 代版DJ 代版DJ 好 希望下次可以有机会 再邀请您上来 这个榴莲台 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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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